大家好,欢迎参加我们本周的教育业现场 我是Enlighting Education湾区办公室的Manager Ellie 我来简单的自我介绍一下 我是在高中期间移民美国之后就读UC Davis 那从事教育咨询工作至今已经有9年的时间了 在过去的9年当中也陪伴和见证了我们很多亚裔学子的艰辛求学之路 那今天我们来聊一个不一样的话题 我们来聊聊艺术 很多孩子都很喜欢画画 那很多家长也都听说过艺术作品集 可是具体哪些专业会需要提交艺术作品集呢 那除了艺术专业 有没有其他专业也需要提交艺术作品集 会对大学申请有帮助吗 那今天由Enlightings的创始人兼首席职业规划师 宸老师和我们的客座嘉宾王岐老师 来给我们分享一下如何巧用艺术作品集 进入理想大学 那王岐老师毕业于中央美术学院 作品入选第十届中国美术作品展 那2007年以杰出人才移民美国 之后一直专注于指导学生艺术作品 并且众多学生的作品连续多年 荣获国际和美国绘画比赛一等奖 欢迎Ben老师 欢迎王岐老师 那么在讲座开始之前 我来介绍一下Enlightings Enlightings Education创建于旧金山湾区 致力于将学生的个性天赋 价值目标四个元素融合在一起 针对每一位学生的独特性 通过教育引导 配合课外实践活动 来启发青春期的孩子 让他们顺利度过紧张而充实的高中生活 同时又能够收获理想大学的录取 我们的一站式服务 涵盖一对一的大学申请指导 暑期规划 AP Honor私教课程 SAT ACT考试培训 和青少年个人成长的培养 基于对美国大学升学的深入了解 我们服务超过来自北加30所高中的学生 包括南湾 东湾 半岛和Sacramento地区 在南加地区 我们也有很多家长 目前也过来咨询 然后我们确实以前也有一些在 Irvine 还有LA Orange County 这样的学生也参加过我们的服务 在南湾的Cupertino和东湾的Pleasanton 我们都有办公室 我们坚信成长和进步才是教育的本质 我们会结合每个家庭的情况 和孩子的理想来制定专属的教育规划路径 让孩子在人生最重要的阶段 获得最专业的指导 如果大家在讲座期间有任何问题 欢迎在屏幕下方的Chat功能里面打出来 我们会在讲座的最后问答环节 尽可能回答大家今天提出的所有问题 因为讲座时间有限 收到的问题会按照先后顺序回答 建议大家尽早提问 好的 那么话不多说 我们下面就有请笨老师开始今天的讲座 好 谢谢艾丽 今天讲座的Genda是以下六项 有些家长可能第一次进我们的直播间 给大家简单讲一下 我们Inlighting Education每个礼拜 一般是周六 今天特殊情况是周日 因为王老师周末课排得太满 我们会有一个周六教育夜限场 我们会把近期的教育热点 还有当下家长最关心的升学问题 再做一个分享 分享都是干货和经验 欢迎大家邀请朋友来参加 然后今天的讲座是 我们先开始讲的 就是这个周的教育资讯 这个是和我们总结的认为 对目前初高中阶段 孩子升学特别息相关的新闻 特别是今年的 因为疫情的影响很多大学 高中就不要讲了 高中的话 你像我们这边东湾办公室 这个学区刚刚宣布在线上课 然后在中半岛的一些学区 还是选择混合制 所以说现在很难界定 我们也是希望通过美洲的这种分享 能够给家长一个非常清晰的印象 这个周的教育新闻其实还相对多一些 上个礼拜家长 通圈里边传来传去 就是说美国移民局 那个ICE那个部门 就是说不让留学生在美国待 如果他待的话 你必须得上线下课 而现在美国疫情 也看来控制不了 结果今天的话 就是那个陈岸落定了 他们都讲了这个事已经取消了 实际上这个我觉得给大家澄清一下 我十年前在美国念书的时候 实际上就是你作为留学生 你的网课每个学期只能有一节 可能最多 所以说这个一直是有这个规定 只是这次他把它拿出来 被媒体炒作成 故意赶留学生 实际上大家一定要了解 美国现任总统 他是一个生意人 赔钱买卖不会赶 他一直重申 他要赶走的是那些 他认为和军工背景相关的中国留学生 几千个大概 三千个他公布 然后他不会同学生 留学生的话 是美国的第六大出口产品 虽然留学生是来美国读书 但这也算一种出口 知识型的出口 所以家长一定要注意这点 不要听媒体怎么讲 要看利益关系 无力不起走 所以这个新闻 我们本来就没有觉得它是新闻 我觉得大事不会改变 但是今天讲的另外一个重点就是说 这次因为新闻一出 所有的大学都开始站队 所有的人包括哈佛MIT 先在波士顿地方法院 起诉美国政府 然后别的大学也加入 但是这里边可以分出三拨大学 我觉得这个很有意思 听众的这些家长 你们可以去仔细分析一下 将来你们选大学的时候 是不是要根据这些大学的操作 来决定你们孩子是不是要入读 第一类加分项 一九里的Connor大学 是滕校里边人数相对比较多的 而他里边有很多名额 是给纽约州公立大学的一些孩子 所以他很多学生认为 Connor是一个披着私校外衣的公校 但这次他们的公关做的非常漂亮 他们就是通过自己的公关部门 还是通过他们提前的行动铺垫也好 他们就锁定了国内的几所大学 作为他们交入入学的新学生 就转换的一个地方在国内 他们在清华北大 当然还有别的几个大学 只是说清华北大这个名字才在太响 所以说让他们着实在公关这个层面 把一个负面新闻变成正面新闻 那我觉得今年要申请明年入学的国际留学生 特别中国的这个主体 他们会把Connor的这个影响加分 所以说我觉得疫情对他们没影响 即使明年疫情恶化 那我觉得国际学生申请Connor热情不会降低 想一想 入读Connor还可以读一年清华北大 这个挺好 第二种就是无作为行的 我觉得这就是典型的UC 我们生活的加州 我们很多家长主要是来自加州 加州大学和CSU 加州州立 这两拨系统非常具备典型加州的特点 他们就是无为而知 说白了就什么都不干 他们选择了线上教学 CSU加州大学很早就说了 我们就是整个秋季 就是线上教学 虽然的学费是便宜大概一年 比UC还有便宜30% 但是你说很多家长送孩子去学校 他不是去上网课的 你要网课的话 你去那个Coursera去EdX 你能听哈佛斯坦福的教授上课 我为什么要听一个加州州立大学的老师呢 而且老多老师是contractor 对吧 这个很不make sense 因为家长需要的是一个环境 孩子可以在里边学习 可以和学生有互动 可以inspire one another 所以我觉得加州大学 这次表现非常的差 他们连线下那种混合之客都搞不定 因为国内在疫情刚控制期间呢 他们就采取了保持距离 把包缩小一半 然后包括核酸检测 种种方案 包括那个强制戴口罩 还有定期消毒 来打消家长的顾虑 实际上预防措置非常关键 因为这个疫苗出来之前呢 这个疫情还会和我们强办很久 所以我觉得加州这次两拨大学啊 做的是非常的刺 当然如果你们的孩子是理工类非常强 加州还是首选啊 我依然觉得加州首选性价比各方都不错 但如果你是文科人才家里边这个预算又可以 我不太建议这个加州大学 因为他们这个疫情期间的表现实在太差了 让很多家长非常烧心 虽然学费低啊 但是你们交了多少年的税对吧 我们的房产税 我们的个人所得税 各种税都加起来就是加州的这个整体输入的来源 所以这个没办法啊 表力不一行吗 就是典型的吗 他们一边告告这个特朗普政府啊 说他们这个不应该赶走留学生啊 不应该这么无理 但他们又偷偷的呢 把那个自己的课程变成了线上线下 最典型的就是哈佛 我觉得哈佛是典型的呢 这个表力不一样 他们呢是第一个要告那个移民局的 但他们也是第一波 把那个线下课程提供出来 就说可有40%的人返校 但这40%的人要提供证明 就说在家里边要不然上不了网 要不然就是确实有困难 实际上他就是给自己找借口吧 你又不是就告到底啊 对吧 你要觉得这个 他这个违线你就告到底啊 你养那么多律师干嘛 对吧 哈佛那个law school那么有名 我觉得很多大学是很虚伪的啊 这个家长要界定 特别是这波 这次疫情 爆出出很多那个政府啊 大学啊 包括一些公司的这个表现 那第二个就是AP 2020年的这个出分了啊 这个很多家长 可能有看到我们的微信号推送 这个我们就是 他今年出分的话 老的家认为他比较水 后来我们对比一下数据啊 我们公众号的文章 有非常详细的描述 整体的数据是没有太大变化 大概个别的考试哈 甚至有一点的跌幅 就是那个五分率 这家长千万不要以为 在线考试水 其实不水 他差不多 这就是标划考试这个核心理念啊 很多家长觉得为什么大学要取消 或者保留标划考试 大家试想一下 您在这个旧金山住啊 您在这个森户赛住 有的人在Trissey住 有的人在Sacramento住 那你们假如说这四个家长的孩子都是权威 那你应该录谁呢 哎 我看 我是不是应该看哪家房子柜 我录谁 学习好 不对的 这叫歧视 所以说标划考试存在 包括AP哈 大学有有取消这个SATCT的 没有取消AP的 AP也是标划考试 家长要计较一点啊 标划考试就一个目的 像一个秤一样 把全国的每年几百万的这个申请人 给给衡量一下 不管你在学校拿多少A 你要看这标划考试在全国的排位 AP考试之所以保持一个非常稳定的五分率 他每科不一样 你可能AP英文啊 和那个AP那个数学啊 他那个五分率不一样 但是你能仔细看他过去几年的数据 他一定是恒定的 这就是介于标划考试本身的属性 任何一个标划考试 如果他不具备一个中型曲线的 形成的这个功能 他是不具备资格作为标划考试 大学不会采用 这就是为什么前些年 ACT改成1600 他之后他做了好多调整 而且他之前是2400 再之前还是1600 所以这考试是很有问题的 就是他来回改 就是为了希望能够 形成一个完美的中型曲线 而这点呢 ACT做的特别好 所以我们老多学生啊 我们是建议考ACT 前提是他的整体比较均衡啊 这个我没法细讲 第三个新闻就是讲 很多学校开始做动作了啊 今年大家都知道这个疫情啊 包括金融危机啊 你像国际学生如果大量不读的话 那美国大学就要做动作 要提前招本地那些 最好是不拿反正是A的这帮学生 能够来读书 因为大学也担心 万一我招不起人怎么办 我本来这个 我们学校的本身这个基金投资 在股市里边就 就就好像比较失败 或者投资别的房产啊 什么债券 因为疫情的影响吧 金融危机 包括联邦的这个这个 拨款都会减少 所以他们需要 靠别的资产来对冲 那就是最优质的 美国本地 可以付全国学费的 这些当地的学生 所以我觉得 今年不管怎么讲 疫情的影响 包括政局的影响 我个人认为啊 个人啊 只代表个人一点 今年仍然是 过去几年里边最好申请的一年 明年也不会比今年好申请 因为明年会有一些孩子 会defer 他今年不去入读 那他呢 就会到明年的入读 他会降临额 对吧 所以说今年我觉得 还是利大于弊 然后呢 这几个学校 大家看一下啊 于安霍普金斯 我用的简写 因为篇幅有限 于安霍普金斯呢 这位作为美国前十大学里边 第二所采取ED2 给大家稍微解释一下 因为很多家长 可能是第一次了解 特别是上个礼拜 我们的讲座人比较多 很多男家的家长 他们第一次参加 他们不像北架的家长 这么对教育的话 花什么时间研究 他们不懂这个申请流程 美国大学呢 有很多申请政策 我列了一部分 EA就Early Action 早期申请 你可以早点申 早点拿结果 但你不一定要去 ED呢 就Early Decision 就早期 这个早期录取是绑定的 你如果申请了 你12月中心拿到录取结果 你必须要去 除非你证明 学校给你的学费 你付不起 这种的话是非常少见 每年大概有10%左右的学生 ED可以不去 但你要证明 你家没那么多钱 但是呢 现在美国大学 查过去两年的时候 这一会儿王老师会讲到啊 作品其实要过去两年的作品 就是美国不会看你当时的 因为你会造假 对吧 大部分家长是非常honest 不会造假 但是有个别人 他为了排除这个个别人 他做这些动作 然后REA呢 是哈耶普 最牛的三个学校 包括斯坦福泰也能这么用 他叫 Restrict Early Action 就是说 你如果申请他的EA 你不可以申请别的家 ED和EA 就是说 功力的处外 就是这个比较怪 他没有保健性质 但是他又排他 然后ED2和EA2呢 这俩都差不多 这俩就是前期的 那个不同的deadline 他们deadline会晚一点 因为很多大学 他第一波ED招不起人来 他在第二波再来一波 然后正常录取RD再录一波 所以一般来讲 通常今年除外 往年我们会判断 一个学校有没有ED 或者有没有ED2正常 可以辨别这个学校 是不是招生有问题 有困难 你看今年很明显 约翰霍普金斯 他就选择了ED2 这个学校的生活 和医学方面还是很强的 他那个医学院 本科那个Premate 但是这个学校这么多年是被 这个硅谷主流工程类家长抛弃的 还有上科 这两个非常火的专业 其实大部分家长是不会深的 也不跟他学校做ED 所以我个人觉得 他招生还是有困难 包括国际学生 国际学生很多人是排斥 这个地理位置的 他觉得不是大城市 而且的话亚裔在那不是主流 所以这个学校大家注意 但是学校整体的话 还是很强的 毕竟是一常年排前十 特别是 我觉得今年他会 排名会上去 因为今年9月份会出排名 为什么呢 他们的知名校友 竞争过大概一个月 从美国总统的那个 Bloomberg 美国第五的富豪 他和Kelomb是天敌 Kelomb骂他是 他们俩互喷 然后这个人 他捐了史上最高的一批 Dodnation 好像是几十亿 至少几十亿美元 给John Hopkins 所以说我觉得 这个学校的排名会上去 因为他的这个校友 贡献度会上升 而且今年的话 他曝光率特别高 这个关于疫情的报道 数据事件来源于他 所以说这个家长要注意 关注这个学校 这个学校排名会上去 但是我觉得排名不要影响 你对孩子前途的判断 专业是第一位 然后第二个学校 就是佐治亚理工 也叫乔治亚理工 这个学校呢 是功力 但是理工力非常的强 这个学校呢 是很多归股家长 非常青睐的 因为不是每个孩子 具备冲击U.C.Boccaley 工程学院的这个能力 包括UCLA 所以他会选择 外州的一些工程力 比较强的学校 虽然学费我多来点 但是呢 这个投资回报率比较高嘛 本科毕业的话 回来上一个大厂 上那个FAC这个公司去上班 那BG的话 45万加package 还是很不错的 然后罗舍斯特 这个学校呢 咱们本地家长申请都不多 国际先生可能喜欢 拿着学校保个体 这个学校排名很高 但录取难度相对不大 这学校的位置比较偏 可能开车到纽约 都要三四个小时 所以说这些年 他也是流失大量学生 所以我们观察 从疫情爆发 把这个过去美国大学 一个地域性的特点 给集中了出来 就是说美国大学越来越 往东西海岸那种发达的城市 和产业集群去飘 所以说我们认为 家长要关注这个点 疫情实际上爆露出来的问题 是过去的大学积累的 社会问题 经济问题 国家政治问题 还有大学的教育的问题 这都是问题 只是说疫情加剧了 并不是疫情导致这个问题 所以家长一定要戒定 在疫情里面 你要看不同学校的操作 对学生的态度 以及哪些行业 是就业比较稳的 然后2019年的 其实这个新闻 这个新闻对我们来说不是新闻 因为每天都看 2019年 波森学院 一个长年排名前40 甚至有的时候 前35的一个私立大学 天主教的 他加了一帝二 就说明他一帝一万 照不起那么多人来 对吧 然后呢 因为弗吉尼亚大学 是公立里边 属于首尔大学 非常强的学校 他竟然破天荒的 有一帝 公立大学一帝 我们还是第一次听说 因为一帝有个最大的问题 他这个正常是排斥那些 没有钱的学生 美国大部分人 也说是要背贷款 可能家长如果做统计的话 他知道 美国大学生50%以上是被贷款的 人均贷款额还挺高 就是美国的一个非常大的社会问题 但这个社会难度不解决了 因为毕竟花人还是比较能攒钱的 还是比较愿意投资 这个问题咱们这边见的比较少见 就告诉大家 这个连公立大学都吃紧 就是因为他地缘的原因 这个地方太偏了 弗吉尼亚 产业链没有特别集中的地方 虽然是在一个非常发达的城市 大学城 他竟然用一帝 这个政策是非常和公立大学教育理念 相辈持的 因为一帝录取的小孩 我给不跟你讲 你要赌 你只要家里边付得了钱 而很多有钱 特别强的孩子 是不会赌一帝的 他会选择rd 为什么呢 我一帝如果赌了 我可能要签家荡产 或者是我父母的大部分收入 要给我投资教育 那么整齐家庭生活只能就要降低 那我还不如等着rd 所有的录取都下来 我看谁给的奖学金助学金多 我再去哪个 对不对 所以一帝的话 这就为什么哈佛耶鲁普林斯顿 还有斯坦福 他们是从来不用这个的 因为他们是这些社会 社会学家 还包括一些政府 比较抨击这个点的 然后呢 给大家预报一下 我们这周六的讲座 因为我们周一周二会出文章 就是说关于UC录取数据的一个分析 数据是前两条方出来的 我们会有个独家解读 针对咱们本地家长做一个专门的解读 希望大家静静期待 然后呢 今天的讲座的重点呢 肯定是王老师关于艺术作品集 因为我们在过去几年呢 发现很多孩子家长 孩子有花号的天赋 然后他们是 竟然问问 这个艺术作品集在申请中占多大比例 能不能帮忙 就是说我们不申请艺术类的乐校 我们申请设计类专业 可不可以让我们进好的大学 举个例子腾校啊 或者前二十啊 或者是说 我们是看着某些计算机专业 但是我们孩子呢 刚好是无措 但是没有那么强 可不可以通过很强的作品集 就是一堆画 根据学校要求的一堆画 来冲击这个学校 像CMU啊 像南加大的一些计算机专业 作为一个特长 所以说我今天请了那个王老师 他是这方面的专家 让他来给大家解析一下 然后我们想简单给大家铺垫一下 就是说 作为我们生学顾问呢 对艺术理解 因为我觉得很多家长可能会我们一样 孩子画画或者不画画 对艺术的话理解各有千秋 但是我们比较功利一点 就是说从生学的角度 给大家分析一下 大学的大学招生官 在审核艺术类特长生的时候 包括正常的申请人 他有艺术特长 这类人他是怎么来评估的 他看五个能力 表现力 那就不要讲了嘛 你的你的作画 那肯定是用色彩构图 来冲击视觉冲击 没有人会画一幅特别无聊的画 即使无聊 他主题鲜明的突出无聊 对吧 然后洞察力 我之前我们和王老师 在提前沟通的时候 王老师说句话 就让我对这画画有重新的理解 他说画画培养的 是孩子的洞察力 对观察事物的能力 这个是我以前不懂 画画的小孩 受过这个training 他观察力 他不叫观察力 就是洞察力的 他看的是细节 他够了一个图 平衡想象 然后另外专注力 画画的话很好实践 我觉得现在的孩子 如果特别是在网上网课 他非常容易被那些 YouTube的video 还有那高端的算法 包括游戏 还有social media 给互相影响 他很难实现 这个高质量的学习时间 这就是为什么 非常多的家长 非常诟病网课 我们本人也很排斥 但是因为疫情影响 我们没办法 我们只能通过 一对一的方式 给孩子做一些辅导 所以家长要了解 千万不要让你的孩子 去和自己作对 假如说一个东西 很难坚持 用过很多 那说明这个东西难度太大 那你要通过环境 来改变孩子的习惯 而不是说是强迫 他用所谓的意志力 意志力是有限的 如果孩子在学习的时候 用过做意志力 他会在别的地方滥用自己的 未被释放的这种Energy 所以家长一定要知道 我们一直在研究这方面 自知力怎么解决 因为这是我们认为 过去五年来讲 越来越多的问题的呈现 所以我觉得画画是非常好的一个习惯 疫情迟早会结束 我觉得如果孩子有画画这个天赋 大家不要觉得好像是不如 不刻能够来的直观 我觉得还能做就能专注 能够静下来做一个东西 是非常有价值的 创造力和想象力就不要讲了 那些大家一定是有创造力和想象力的 而这些是将来所有的行业都要用的这些能力 然后这两个时代的巨人 一个是斯蒂·乔布斯和达芬奇 这两个都是在各个领域里边最牛的人 他们实际上就是这三个学科的结合 喜欢画的家长可能知道 乔布斯本身是一个工程师 但他在里德学院在波士顿 在波特兰一个非常有名的文理学院 他学的不是理科 他这个coding是自学的 然后他自己自学 他那个自传里边有说 他说真正的人才是人文和科技的结合 然后他自己认为自己是个艺术家 走极简主义对吧 所以我们认为将来如果您的孩子 您的孩子期望是比较高 而且您的孩子不甘于找一份普通的工作 希望在某些领域有很好的建树 我们认为这三个点的交叉 可能是将来 特别是AI将取代很多技术工作的时候 是一个非常好的点 因为艺术很难取代 艺术的不是对称的东西 它是人对美的一种定义 所以我们觉得这个是人味最重的一个专业 所以我们觉得家长 不管你的孩子是学统计 还是学快捷 还是这个艺术上面的培养非常的关键 这个能填在的文字里面 花儿好的孩子内心世界丰富 他的文字表达更细腻一点 这也能反映到大学申请文术里边 所以这是一脉相承的 这两位先人的著作 谢谢大家看看 作者都是一位 就Walter Isaacson 他专门写这种名人 写的挺好的 而且达芬奇的家长 可以搜一下达芬奇手稿 你会发现他是一个工程师 他有很多发明 对人的解剖学 建筑学 包括工程学 有非常大的贡献 这两个都是有一个特点 他把艺术和想象 还有现实结合在一起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回到现实中 如果您的孩子今天申请大学 或者九十十一年级 那哪些点上艺术可以体现呢 大家看一下黄色的区域 就是你的天赋和能力 这块是如果你有获奖 像王老师他们在过去几年连续几年 那个美国航天局举办的 那个全球的那个 画绘画比赛大赛 他们都有一等奖 在国家级的一些比赛 他们也有奖 这个具体大家可以通过王老师的一个展述 来告诉大家就是什么叫天赋 什么叫能力 这两个的比例 然后另外就是申请文书 我们很多艺术类的学生 他们在申请文书里边 会把艺术这篇放到他四篇UC中的一篇 因为艺术对他们来说非常有意义 也是他们生活中的一部分 artistic 对生活对你的影响 包括特别申请一些那种设计类相关的专业 他们可能就会通过这个来表达自己 包括课案活动 你艺术上的投入这个是算的 我觉得除了你作品 你的commitment也很关键 然后呢 因为很多家长可能是第一次听我们的讲座 或者是对这个自己也不画画 或者是对这个也没有概念 所以我用一个特别简单的比喻 告诉大家 就是大学申请 包括那个培养一个孩子的艺术天赋是一样的 对我们来讲教育就等于美食 早期靠培养晚期靠加工 因为在座的基本上我以妈妈为主 所以我喜欢用吃的比喻 有些家长可能见过这个比喻 我给大家分析一下 然后很多家长的举个力量 你的孩子可能是3.0不到GPA 可能是已经12年级的 可能是那个活动也不太喜欢做活动 然后ICT可能就10001200 那这种情况呢 我们认为你在招生官面前 你可能就是一个 这个ground beef这种状态 这个没有错 因为这个孩子呢 他可能之前就不知道 父母也不了解 可能就顺其自然 这个很正常 或者是父母比较强势 孩子也有对抗 但这个呢 你不能做牛排 对吧 你也不能去那个铁板烧 你唯一能做的是汉堡 所以王老师那边给你提高作品级 还有我这边顾问 帮你来提升profile 实际上是根据你这个孩子的目前的状态 来通过一些挖掘 深度挖掘 找出这个学生本身最优势的一个点 去突出这个点 这个呢 ground beef呢 还就适合做Burber 牛排做了Burber 没法咬 所以这些东西都要很脆 所以他这ground beef呢 虽然觉得可能从这个stats上 不是那么强 但是呢他最适合Burber 对吧 然后另外这几种 大部分还能属于这一类的 就是大家去买牛肉的时候 会有那个prime usda choice select 对吧 其实说吧大家看看 再简单一点 就是根据这个脂肪的比例和含量 对吧 牛肉会不会看脂肪都不多 血滑牛不更夸张 所以这里边就囊括这些孩子 可能GPA从3.1到4.0都有 到39吧 然后ICT从1000到1550都有 对吧 包括获奖 可能从那个区域奖 小的AP奖 到那个 那个数学奥林匹克竞赛预选队都有 那怎么做呢 家长要记得一点 好的顾问 好的老师一定是好的厨师 他会跟着你家孩子的特点 用自己高手的烹饪技巧 来呈现这个食材最佳的状态 而不是去过度的油炸和粉饰 只有二流三流的顾问才会 哎 我只擅长申请某一个学校 那我只会油炸 我就专门吃炸 那就完蛋了 有些菜是不能炸的 对吧 家长肯定比我还懂 有些食材是一定适合一种特定的烹饪方法 所以我觉得家长哈一定要把自己孩子 如果你已经十二年级了 来不及改了 那这个就是现在你能呈现的状态 我们认为呢 你挑顾问的时候 包括挑那个像作品集指导老师的时候 一定要考验这个王老师 去考验这个老师啊 还有我们这边顾问的这个技法 然后你看对吧 你可以做这个牛男吧 在美国不之前 可以做这个牛男对不对 你可以做这个非常有名的这个叫法事小牛柳 这个做好的话非常厉害的 然后呢 还可以直接来 直接来的话 考虑才智比较多 然后最后一点我想告诉 呃 我们总会碰到一些孩子呢 就是初中微积分就过了 然后呢 各种拿奖 数学理工特别强 还有体育类特别强的 音乐很少哈 体育类特别强 有那种呃 高尔夫游泳比较厉害的 天赋一笔的 那这种孩子就像那种 雪花牛一样 然后呢 我觉得看这种的话 大家不要介意哈 因为已经十二年级过这种状态 你不能比 有些人就是比较突出 那怎么办呢 好的顾问 是保持原汁的味儿 大家看就铁板烧 就来这晃又行了 如果这公众告诉你 我要红烧 那这公众的话 你一定赶紧跑 他不懂 他不懂这种孩子 王老师刚才我们也沟通过 对那种天赋特别好的话 一点就凑 王老师会尽量让孩子 突出自己的这种 观察力和想象力 给他一个空间去延展 而不是刻意的去修饰 然后呢 嗯最后一点哈 大家也不要就觉得 哎好像我孩子就没得改 我刚才讲的是 马上要申请的孩子 大部分孩子是九十十一年级 对吧 所以说我觉得哈 呃你们看看这些昂贵的 这个日本和牛和那个和那个 你们建的那种山上的牛有区别吗 长相没有区别 他们所谓的血统贵族啊 我觉得更多的是那个培养过程 我上网查了一些资料啊 这个和牛的这个吃的东西不一样 他也喝啤酒 他吃那种骨类的骨类的作物吧 因为那骨类作物的话非常高热量 他消化不好那怎么办呢 通过啤酒来给他发酵 所以这些牛的话 大家看看 这个肉呢和这个肉的唯一区别是什么呢 就脂肪的比例 你只要把这个牛啊 养成一个高脂肪含量的这个牛就可以了 但是我觉得培养路径 如果九年级八年级 你们觉得发现了孩子特长 给他找一个不错的活动 给他提供足足的资源 通过这个过程中的反馈 来提高找专业人士 或者你们自己有这个能力去指导 都没有问题 我觉得孩子是可以培养出 无限接近于血化 你这个状态 虽然你不可能上天才孩子那么聪明 但我就可以无限接近 然后呢最后就是林书豪啊 这可能有些家长的男家长 对这个吃不太感兴趣 不太研究啊 对这个林书豪肯定感兴趣吧 因为林书豪就是典型的例子 他父母是那种普通的工程师 这个人长得是高一点 一比九一吧 但是呢 我觉得他是非常典型的例子 他之所以能打进NBA 即便巧合了 是因为他没有 Stanford当时offered他的mission 说你来 但是不进进校队 你打不了球 你就是你就是进了Stanford Freshman 他是读Poly High School 在Stanford对面的高中 但是你这样就没有意义了 因为林书豪想打球 他的梦想就是打球 他不想只是读书而已 所以他去了哈佛 哈佛说你可以 但是没有奖钱金 你可以来球队打 但是哈佛大家看 林书豪早期录像 哈佛是第二联盟 Division Two 他的话在里边 一是控球后卫 他是主力 他抢占了各种数据的排行榜 第一位 所以孩子就是这样 如果你给他找到他自己的特长的点 你一定给他足够的机会去锻炼 去释放 如果林书豪当年进了Stanford 他就算进了Stanford 校队替补 他也打不出来别来 因为他里边连球都梦不倒 所以这就是讲到一个教育的理念 如果你认可到一个孩子特长 你要给他足够的这个刺激和外界的这种资源 让他无限放大在特长 这个小孩的话 冲刺阶段就几年 你一定要打他的长处 而不要去所谓的补短 成绩上一定要balance均衡 但是在特长上一定要打一个点 好 我这废话有点多 我就是给那个 下面王老师做普遍 因为我觉得 他的东西才真是今天家长期待的 所以王老师的简历呢 我就不多说了 王老师您这个 麻烦你分享一下屏幕吧 大家晚上好 我是王岐老师 OK 今天给大家讲就是art portfolio 就是艺术作品集 很多人有概念说 可能我需要一些辅助材料来申请藤校 或者是说综合大学 有的人呢就是准备说 我就是画画人 然后我就想申请艺术类院校 那这样的孩子怎么来申请这个大学 怎么样来做他的艺术作品集 那我先有一个排名 就是先是讲艺术类的 右边这个就是他一些专业 专业排名 动画设计 这个我就简单的过一下 加州的 南加大的 艺术中心设计学院的 纽约大学的 芝加哥艺术学院的 右边这些就是美国艺术院校的排名 然后我们接着往下看 fine art就是绘画类的 那第一名 罗德岛 芝加哥艺术学院 福尽亚联邦 然后耶鲁大学 很多人奇怪 耶鲁大学有 是耶鲁大学也有 他自己有一个艺术学院 而且耶鲁大学的艺术排名 常年都是排名第一 第二第三 就差不多就是这样 对 然后工艺设计 那工艺设计呢 这里面就我们常见的一些比较 厉害的大学 斯坦福 这都上来了 卡奈基 这都上来了 有一些理工 刚才朋友有讲过 叫这样理工 这些理工大学 他们就是说工艺设计 比如说工艺设计 我们所见到的生活中的很多 比如说手机 汽车 这一类的东西 都是工艺设计 可能 有些人对工艺设计不太了解 其实工艺设计这个专业 也是非常好的一个专业 然后我们继续往下看 这些就是一些专业排名了 比如说最容易成为工艺设计师的 实所这样的学校 大家有看 这边有 然后摄影的 然后是时尚设计的 因为我昨天我一个学生 他要就是说准备考 时尚设计 然后实所值得上的艺设计学院 这上面都有 电影学院 南加大 纽约大学 加州艺设计学院 这几个 罗德岛 芝加哥 OK 然后这边 我们就管它叫铁饭碗的 铁饭碗的这些艺设计学院 就这里面出来的学生 都是非常抢手的 罗德岛啊 芝加哥啊 这都是非常有名的 OK 那好 那我们现在就是讲 什么样大学需要提供这些 艺术作品级 作品级 干嘛用的 比如说你看现在就是说 艺术类院校 我刚才有 大家有看到 一定要让你教艺术作品级 还有就是综合类的 综合类的就是说 你像UC系列的这些都要 都要叫作品级的 然后还有你可以作为课外活动 申请综合的商材本 又说你申请藤校的时候 它会有一些 有一些的那个 这样的链接就让你提交这个 强烈建议你可以提交这个作品级 所以说大家上这些网站的时候要注意 然后还有申请私立高中的时候 你可以作为一个辅助的材料 因为我的有几个学生申请私立高中的时候 他们都拿到非常好的私立高中的offer 然后作品级的内容和数量 作品所准备的时间 一般的艺术学院 像罗德岛艺术学院 他要求就是今年的 他要求你有12到20幅这样的作品 这边是他的命题创作 OK我们简单也是把这些过一下 你可以在他2021的这个网站上可以看到 他们的相关的这些要求 然后还有一个250字的一个文字解说 OK 然后这个就是我们可以看到一些藤校 斯兰坟是我们湾区非常非常顶尖的学校 大家也都比较想 就说我要报 有这样的专业 有绘画专业 艺术专业 要求的作品级也不多 8到10幅左右 就是这样的 然后会有一个命题 会有一个特殊的要求 斯坦福跟别人不太一样 他有一个自己的特殊的要求 然后这个是UCLA UCLA他就是也有艺术学院 但UCLA现在有一个叫数码 数码媒体 这个这么一个专业 现在是比较一个热门的一个专业 然后他也有暑期的针对高中生的这么一个夏令营 然后你可以去参加 然后学了之后 他会给你一些相应的credit cover你的一些高中的课程的学分 芝加哥艺术大学 我把他要求的作品级的数量都标在这里 10到15幅 南加纳也是一样 10到15幅 所以说我们作品级数量大概就是在 10到25幅之间基本就是够了 但是我建议就是说 你们大家还是要用更多的时间 因为我可能会帮你们 比如说你找到我来做作品级的时候 我可能会帮你挑 比如说你不是说每一张作品都是那么perfect 都是那么好的 我可能要在30张作品里帮你选出来20张 或者是说在20张作品里帮你选出来15张 这样一般就是10到15张这样的 只有罗德导 罗德导是比较比较多的 他要求你要求的比较多 那么就是说这个作品级干嘛用的 大家不知道作品级我要做什么东西 所以说我现在就跟你们讲 就是说作品级这个东西是干嘛的 大家就知道说原来是一个画画的作品的一个集合 对没错 就是一个这样的东西 那里面要包括一些什么东西呢 那就是说作品级 可能这里面我有给大家分享 有写实的 有个人的 有命题的 那命题这一类的 我先把命题讲 因为命题这一类的 只有斯坦福 还有一个罗德导 这两个需要比较特殊 他们常年都会有一个命题创作 今年的命题就是你可以把生活中的有形的无形的东西进行修复 然后呢 史丹佛 史丹佛是什么呢 史丹佛他是要求你做一个抽象的东西 他比较看重就是说人的那种抽象思维的 抽象思维的 讲到抽象 那就是说把生活里的一些具象的东西打碎之后 再经过你的艺术加工来重组形成一幅全新的画面 对 所以说史丹佛的要求跟别人不太一样 只有史丹佛会要求你提供一些专门奖 就是说要你提供一些关于抽象艺术的这些东西 这些你都可以在他的网站上找到 我提供这几个学校是因为我的学生要申请这几个学校 所以说我就把这些拿出来给大家看 其他人可能有其他的选择 比如说纽约 纽约我就没有拿 所以说纽约大学这些 我后面还会讲他的专业的时候 那作品集体包括什么呢 比如说3D的 比如说雕塑这算 然后手绘的你的自己手绘的一些草图 你的sketchbook 因为刚才本有讲到说达芬奇 达芬奇手稿是非常有名的 我们可以在达芬奇手稿里看到很多 他关于设计飞行器 设计一些我们生活中用的东西 其实sketchbook是一个什么 是一个人从他刚开始创作 到他把这个东西完全设计的一个草图 所以说他每一个步骤都记录他曾经想到过 想到过 就像当年我说就是那个谁 周杰伦和那个方文山他们都是 他们在打工的时候 会把自己一些好的一些句子 好的一些想法 马上就写在本子上 所以说他将来会写出很漂亮的一些歌词 一样 大芬奇也这样 就是有的时候领导来了 就要把它画下来 记录下来 可能过了这个时候 你可能就会忘记 所以说sketchbook 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提供作品集的这么一个呈现 给招生官 所以说我建议就是说 孩子们都要有一个速写本 我们叫速写本 或者就叫sketchbook 会经常画他一些灵感来的东西 然后接下来就是说 他的一些生活里的写生 比如说他画风景 而不是说照片 不是说你拿一张照片来画 去画写生 有人问我为什么要画写生 因为写生这个东西和你画照片是不一样 因为写生你一定要被那个当时的那个颜色和当时的那个光影所感动 然后你迅速的把当时的那个场景画出来 这才是一个写生的一个过程 当你画镜物画那个照片的时候不一样 画照片的时候是完全固定的一个光线条件下 你在画这个东西 所以说那个就等于说是一个联盟 所以说那个东西会有一些局限性 但是现在照相技术这么发达 也不可能完全不用到照片 但是比如说风景或者是说写生 比如说在我这做作品集 我会摆一些镜物 摆一些真的东西 让大家来写生 根据光线 因为在户外 比如说你写生的时候 光线很快就会过去 所以你要抓紧一切时间 把你最新鲜的感觉 在最短的时间内把它呈现 然后你再把它拿到你的画室里 重新整理变成一个完整的作品 对是这样 然后作品集 有些人就问了 说老师 我的这个作品集 我教一些综合型大学 藤校的时候 那招生官会看得懂吗 是有有有这样的问题 有些家长会问 是招生官一般 他是不会看懂的 他招生官会把这些 有art portfolio的这些学生的作品 转给那些 他们有这样院系的老师去看 看完之后 老师会写好评语 再返给这个招生官 通常是这样的一个一个过程 当一个招生官拿到你的作品的时候 他不可能会看得懂 对不是每个招生官都是搞艺术的 他看不懂 他会把这个东西转给其他的 有专业知识的老师 来帮这个招生官把这个 他这个一个系列的作品 完全的给他一个好的评语 有的人通常会问 这个大学作品集AP的课程有没有算 有些学校是不要求你拿AP的 有些学校是可以的 对这个要分学校 有的时候你要上网去search 因为有的学生在高一高二的时候 选的AP2的课程里 有很多的这个学校里 会老师给你的一些功课 然后你把它拿来做你的art作品集 不能说不可以 但是说一定要统一的最后拿到一个专业的老师 或者是专业的机构来帮你来看 就是说你所申请的大学 需不需要这一类的作品 然后这一类的作品 这个大学有没有提出来说 我们不能让你拿这个 不能让你拿那样 因为有一些大学 他会告诉你说 你不可以寄一些纸质的作品来给我 你只可以在固定的链接一个平台 第三方平台 你把它上传是这样 然后比如说3D的东西 他也不收 你不能说把3D的东西寄给他 那么大一坨的泥 或者一坨的铜像 你不能寄给他 所以说一般这个情况 他都会在他的学校的官方的网站上 会有写 写实类艺术 那就是说你的策划像 你的肖像 人物肖像 然后一些镜物 风景 这些东西都可以 尺寸 写生的尽量尽量大 不要画的很小 有的那个size很小的 因为大学会要求你 把每一个portfolio下面要注明 它的完成时间 它的尺寸 它的材质 然后和它的 就是大概的 大概你的中心思想 你要写一句话 大概你要表现的东西 对 都有这么一个说明 在每一幅画面 下面都要有 那现在呢 通常流行的 就是说写实 写实这块呢 大家都画自画像 对 我会在后面讲 就是会给大家放一些 一些其他的 其他人做的portfolio 他们画的自画像 自画像 就是说 有的人说一说自画像 那我就知道了 坐在那画我自己的头像 对 是这么理解 但是说自画像 我还是建议说 你不要光画你的自画像 你要跳出你的自画像的范围 一句想 跟你跟你自己有关的东西 可能才是你的自画像 有的人是 是说一看就是 我要更有趣一点 有的人说 哎我干脆就画一个face就 就好了 对那是不够的 对 然后个人艺术这一块呢 就包括你个人所做的一些 比如说 有人 有一些女孩把她自己 曾经做过的 所有的一些 化妆品的盒子 那把它粘贴 粘贴成一个 自己的一个形象 然后把这个 它做成一个装置艺术 或者做成一个软雕塑 还有人呢 就是去年 申请罗德导有把 因为疫情开始了 她把那个口罩 用过的口罩 她都记好 记带 做成一个头套 对 这些都是软雕塑 这都是你个人的艺术作品 包括你的一些做的雕塑 包括你的一些设计 你的计算机 你的视频 包括你的 你曾经拍过的照片 只有你版权的是你自己的 这些都可以作为 这个Portfolio的 作品集里的一个内容 OK 那作品集 你要非常留心的把它做好 尤其是你申请私立大学的时候 私立大学通常会让你面试 有的时候会让你面试 但你面试的时候 你就要拿这些 带着个人作品要去 所以说有的时候 你个人作品不是说 你做完了 我还是大吉了 我可以我不用做了 不是这样的 你还是要尤其是 申请私立大学的时候 你要把你的作品集 一定要放到一个车子里 真把它变成一个作品集 第五个就是讲全国作品日 这个呢就是说 它是一个巡回的一个展览 巡回的这么一个 各个大学都会每年在各个主要的城市 去开这么一个 让这些秋季的这些申请大学的学生 拿着自己作品集去到现场 跟这些学校的这些专业的老师去 面对面的去看他的作品集 这些老师会给你们这些孩子们 有很中肯的这些意见 建议你拿哪一类作品 但每个孩子只是讲几句话 这个队会排很长 因为很多人 旧金山有 从Curtino 从南温 跑过来 然后排很长的队 我说怎么样 你看我见到老师 但老师 顶多 就跟我说三句话 因为后面还有很多的人在等 对 所以说 你们还是要 注意自己的作品集集 做好了之后 纸质的作品 还有一些3D作品 你们要怎么保留的这种方式 对 这上面都有给你们写 然后我们接着来往下看的就是这个专业 OK Fine Art Fine Art Fine Art也包括什么 我们现在看 这是插画 板画 我们中国就讲国版油雕 国画 板画油画雕塑 这就是我们叫纯艺术 就是Fine Art 那板画雕塑油画 玻璃 陶瓷 艺术管理艺术史 这一类都叫Fine Art 第二类的就是数字媒体 因为这个东西我给你们看 就是对你们将来 孩子的将来专业的指导会有一些帮助 这个数字媒体里包括动画 游戏 娱乐 设计 影视 电影 数字交互 舞美 声光电 这里面都包括了 所以数字媒体这个专业 将来是一个非常 我觉得前景也很广泛的专业 我们原来的舞台美术 就涉及到灯光 服装 音响 背景 舞台美术 这一类 但是数字媒体也包括这些东西 但是它范围更广 软件 这些东西都在内了 OK 视觉设计 这里面包括平面设计 视觉传达 书记装真 这个专业 我觉得 现在 纸质媒体 可能就是越来越 走下步路 看书的人还有 但是说 我觉得 这一类呢 就是专业 我不太建议 这一类工业设计 交互设计 这都是比较新的 比较新的专业 对 还有一些呢 就是 建筑类的 建筑类 我们不讲 对 建筑类就是 偏工程的 还有偏设计 这一类时尚设计 时尚设计 这里面包括的就比较多 比如说服装设计 但是我觉得 服装设计 我不是那么 就是说 我们亚裔可能是 服装设计这一块 好像 偏 偏弱一点 偏弱一点 对 奢侈品管理 时尚管理 时尚研究 首饰珠宝设计 我有一个学生 今年准备要 做这个奢侈品管理 和时尚管理 他想学这两个专业 他画画的也不错 跟我学了也 也有 三四四年了 今年 今年已经 要申请了 今年要申请 那 现在 我给大家看一个 大概就是这么一个 这么一个图表 那左边这一边的 叫艺术类的 那这一类的呢 我觉得呢 就比较 怎么讲 比较难 对 技术类的呢 相对 相对 容易 但是他呢 可能要需要你一些 理科方面的 这些知识 那中间这一类呢 是比较容易操作的 他既不需要 有很强的 美术基础 又不需要很高的 这些 软件的背景 所以说中间这一类呢 在就业的 在就业的 范围之内呢 就比较入门的 比较容易 进门槛 对 左边这些呢 就需要你 有很好的 很好的 就是说 画画的 画画的功底 美术的功底 右边这些呢 是需要 有一些 编程啊 这一类的 这些呢 就是说一些 顶尖名校的 一些要求 我们先看这些藤校 他们用于 申请这个艺术类的 艺术类的作品 作为申请 作品集的辅助材料 这是两类 一类就是说 专业是 专业美术的 一类是 作为辅助材料 前三十的 多数都有 什么 都有艺术学院 他都有自己的艺术学院 然后呢 他也都会 告诉你说 你要在哪一个地方 要提交作品集 他都有上传的平台 然后他会告诉你 有一些什么要求 通常要你写五到一百个字 来减速你的作品 通常他们会强烈建议你 提供这些作品集 就美国 这个国家 它是西方教育里 就是通识教育 学习美术 我觉得对 在西方的这个体系教育里 非常重要 你看在上面写 这个美国2020年的 前三十大学 都有美术院系 他会多数的都会鼓励你来提交 你的艺术作品 作为你的辅助材料 可以把它当为一个课外的 一个辅助的 辅助的东西 所以说 学习画画 你说老师那孩子从那么早 我从初中这样的学画画 那个后来我就扔了 我觉得你觉得上高中还有必要学吗 比如说有一些 有些孩子说 老师我孩子到高中 弹到钢琴九级十级了 我还有必要学吗 我都觉得这些东西都是有必要学的 因为你们要考虑的是说 你孩子学了这个美术之后 是要在高中 高中阶段 他持续做这一个 这个专业 然后他要去选他自己AP APR的 然后呢 他还要在他的学校里 举办一个他自己的什么 一个club 就是那个社团 这个东西是很重要的 你当你有在高中的这个背景之后呢 你会把你的作品集也提交进去 大学里面也需要有这样的一个 来丰富的大学校园 他说 对我的时候滕校会觉得说 你这个学生将来来到我的 来到我的学校 会给我的学校的这个 这个群体里带来什么东西 比如说刚才本有讲说 林初豪 林初豪去就可以在校队打篮球 打篮球嘛 他就可以为校队争得一些荣誉嘛 画画一样 比如说你学画画 我前两天有开服装设计课 那服装设计课 有些家长不明白说 这么小你让他学服装设计干嘛 我说你学服装设计课 我现在给你给你学 你会让孩子将来在高中 可以做一个这样的俱乐部 然后你可以持续的做下去 做到你高中毕业 然后你把你的portfolio 放进同校的这些 要求有申请同校的portfolio的时候 你把它递进去 然后大学招中官就会看到 你在高中有这样的背景 然后他才觉得说 你到了大学 我们需要这样的人才 因为他们在学校 可能会搞一些 比如说什么模特表演 搞一些什么舞台剧 他需要有一些有些背景的 这样的剧裁 帮他们完成舞台 帮他们玩背景 帮他们完成服装设计 包括logo设计 这些东西都需要有专门的人来完成 因为都是学生来组织的 听到这里 你们会觉得说 原来可以这样做 是 其实艺术作品第一部 不单单是一个人 就是这一个学生 他自己自身能力的体现 是让大学的招生班 和大学的整个整体 来知道说 你这样的学生 将来进了我的大学 能给我的学校带来生 对 这是藤校 这是藤校 他们非常非常贯注的东西 OK 这些图呢 我有在我的微信公众号 王奇二的 你可以搜微信公众号 可以找到这些图的原始版 你们可以看到 这些 你看普林斯顿 然后上面有没有 有美艺术院校 这些学校 这些学校 你们当中的MAT 但MAT 他们就是说 MAT都是文学 戏剧 就是这一类的 他没有 就是说 像史丹佛就有了 你看艺术史 芝加哥 芝加哥 这些都有 但是这个不是芝加哥艺术大学 芝加哥大学 对 杜克尔 然后 后面有一些新兴的专业 大家可以把这个图 去我的微信公众号可以看得到 布朗大学和瑞斯蒂和罗德岛艺术学院 他俩一个是藤校 一个是美术 美术类的院校 他俩有一个共同的一个double major 就是这么一个专业 五年制 五年毕业 但是这个有一个特殊要求 就是说 你一定要被布朗和瑞斯蒂两个学校同时录取 然后毕业他会发你两个学校的毕业证 然后两个学校你可以交叉的选课 互相的选课 这个不错 这个我觉得挺好的 然后Conner这都有 他院系下面这些大家都可以看 南加大还有洛杉矶分校 Berkeley没有 Berkeley没有 Berkeley有建筑 Berkeley有建筑 但建筑专业里有偏设计 比如说室内设计 这些可能需要一些美术背景 但是他没有让你提交 Art portfolio的这么这样的链接 没有 OK 现在我给大家看几个我的案例 这个孩子九岁学画画 九岁跟我学画画 他持续的就是一直在画画 到了高中 他做了一个非毛力机构 就是帮助青少年艺术家 实现他们一些绘画的一些梦想 是这样的一个机构 那就是说 你像他的这个东西做的 就跟我刚才说的服装设计那个 就有点一举同工之妙 就是说他从小学画画 然后到他的初中高中 一直这么一个坚持这么一个过程 以至于他最后做了一个这样的东西 然后他高中也是选了两个 一个是需要考试进的 在九岁山有个叫SOTA 在Art High School 这个需要考试才可以进的 去学校里考 考他的美术 然后呢 这个是九岁山最好的一个公立的 公立高中 排名第一的公立高中 这两个学校GPA 其实都是排名第一第二的 然后他有一些得奖的经历 有一个全美国的一个国会的 Art的一个大奖赛 的一个得奖 然后一个厂长 厂长在美国的亚裔的 这么一个比赛的一个金奖 然后还有一个加州海洋局的 比赛的这么一个金奖 他呢最后呢 也是选了两个方向的 一个是Berkeley 一个是NYU 纽约大学和Risley 这两个都是画画的 画画的 美术都有被他们录取 接下来我给你看一下 关于艺术作品集 什么样的艺术作品集 我们觉得是一个好的 好的艺术作品集 这是他初中的时候的得奖 在亚洲艺术博物馆 有颁奖的时候 这是九岁 九岁时候的作品 刚来学画画的时候 九岁的时候的作品 这是全国的国会高中生 肖像大奖赛 这是参加国会 这是应该是 我不知道叫参议员 还是什么给他颁奖 这是那一年叫加州海洋局的 加州海洋局的比赛的一等奖 这个叫California in my eyes 大概是这样的一个题目 下面这些呢 就是他提交 提交art portfolio 罗德岛 罗德岛艺术学院的art portfolio 这是雕塑 雕塑作品 净物写生 对 两张净物写生作品 OK 这些作品你可以提交油画 也可以提交一些水彩水粉 都可以 只不过就是说 都是你个人完成的 这样的作品就可以了 这个就是人物了 他的人物 人物的这个 叫 这幅画叫什么 我也不记得 这两幅 是他的作品集 接着往下看 这两幅也是 这个是风景 这个是人物 他还有一些摄影作品 他还有一张摄影作品 接着往下看 这个是罗德岛的命题创作 名字叫错误 OK 这个就是Stanford的命题创作 叫雾霾下的城 他是一个也是一个抽象画 也是一个抽象画 把一些元素打碎 从组 然后这样 这是宇寒的他的这些 但是他的他罗德岛没有提交 SAT 对但也最后也被罗德岛录取 下面这个是我的一个学生叫新语 他这个这一系列的作品叫什么 叫倒影 关于水的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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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命题 就是说作品集大学生大学顾问要看你什么 看你的作品集里面东西 你作品的东西里面是有一些研究方向 比如说你像他信语他研究的这个东西就是 啊倒影 我研究水水的倒影 他画了一个系列 这个是他第一张看起来不错啊挺漂亮 嗯但是我刚才跟本分享的时候 我说我跟我有跟他讲 就是说这个水的倒影没有怎么样 这个树的倒影没有继续往水里走对吧 所以第一张他研究的不透 我就说我说你画完了你发现了吗 你的这个倒影是没有在水里 光有这一个上面这一些东西看起来不错 看起来也也很好 但是若是专业的老师看会有问题 为什么 因为他会有一些常理的东西 你没有研究到 好了继续往后看 一张一张的往后看 这一张是他暑假临摩的 临摩这是莫奈的莫奈的画 这一张他开始知道了 他有一些反光啊 投影啊都有了 这些东西他开始意识到了 到这一张的时候他已经开始研究说 水下的一些东西了 啊就是像像这个这一类的地方 我有讲就是你会搞摄影的人知道 啊进出的时候你可能拿偏镇偏镜 加到你的你的照相机上 才能照出来这样的效果 所以说他他后期研究的这些方向 招生官会看得到 他给一些老师看 他会看得到 研究水 研究水里的倒影 这张他没有画完 我觉得 因为这是一个在黑纸上 黑纸上画Color Pencil 他没有画完 最后 我拍还是他完成了我 我拍的时候 没拍完整 但我觉得这张画是没有画完 啊 这张就是他后来暑假来我的学校 画的 画的油画 这张就是油画 他的 莫奈的 莫奈的水 因为莫奈 画画风景是非常 非常到位的 所以说很多人临摹他的画 接下来继续看他的 portfolio 这张画呢 我把它列出来 申请结束后的最后一张作品 我都会把一些孩子的最后一张作品 拿出来给大家分享 就是说 我觉得他们的画 你们在前面看到这些画 portfolio的话 我觉得他们画画的都非常的紧 时间又紧 然后这画画的也紧 没有那种放松的轻松的感觉 你看这一幅 这一幅 这三幅 这幅是他画他的自画像 这是画他的小时候 所以说我说 在你画自画像的时候 你不要单纯的叮嘱你自己的face去画 你要把你的自画像引伸到另外的一个 一个场景中来实现你的自画像的一个呈现 所以有的时候你会看到一些作品 是说自画像 这怎么会是自画像 然后他下面会写 这是我的小时候 因为我的母亲生活在中国的北方 然后 冬天的很冷 我妈妈会送我去幼儿园 背着我 整个过程的这个场景 他会写在下面 然后会写他的size 什么材质 完成时间 对 这张水彩呢 最后呢 他画完了之后 基本就疫情也来了 然后大学大学也申请完了 画完了 我觉得他很放松 然后这个孩子 现在我看不到他 但是他经常会在朋友圈里发一些他的画 我这几个孩子都没有没有选择美术类的院校 最后他们都有去UC大学啊 这样的大学 综合型大学 但是我从他在朋友圈里画的画 我看到这样的孩子他最后成为了一个我们想象不到的 他说孩子这么喜欢画怎么怎么会这样 但是他没有放弃 他还在画 不是说离开了我 他就不画了 我初中就是说让孩子们离开了我 回家也会画 这是我最最开始在美国教这些孩子画画的初中 就说很多孩子学画画 说在老师呢 学完了之后回家说爸爸妈妈说让你给画一个 那你画个沙发吧画一个什么苹果吧 还说我画不了 家长很生气说为什么你画不了 那你画那些东西谁给你 老师帮我画 很多很多都会碰到这样的问题 所以说有的时候我就说我说 我一定要让跟我学校二的孩子 离开了我回家也会画 就是离开了我他也会画 其实我教育的目的就是让大家 离开了我孩子们离开了我 他将来他不一定变成一个专业的美术的 美术的这么一个人 但是他可以怎么样 他可以在生活中用画 用画来表现他自己的情感 在疫情的时候他画了很多自己的画 我都觉得很好 我这几个学生高中的学生 现在都在高中 每天我都能看到他们在朋友圈里画他们自己的画 放在画面里 虽然他们自己学校也有功课 OK 然后接着下面 这个是另外一个学生 叫蒂夫妮 蒂夫妮黄 这个是他最后一天 来我这画的最后一个作品 那你们可以看他以前的一些作品 对 这些作品 透视啊 建筑啊 然后都勒得非常的紧 我就觉得 申请大学的这些这些孩子们的画 都非常的紧张 这一幅一幅的 这是他的自画像 这是蒂夫妮的自画像 他把自己画成了一个 在画中的一个 有一些那个 因为很多现在一些自媒体会 弄一些耳朵啊 什么什么红的鼻子啊 然后一些路角啊 他反映的是这样的一个画面 因为他通过那些社交软件 他也拍过自己的那样的face 所以他就画了一幅这样的画 但是他最后去了布克里 他最近有跟我联络 他准备回来上我的网课 对 他们就是说还会有一个 就什么 继续学画画的心 所以说孩子们学画画不一定就是说 他将来要成为一个什么艺术家 不是这样 画画是学什么 是学一种观察方法 他对视物的观察方法 远远敏锐于我们 我们这些常人 正常我们看一个水杯 这个水杯 我看就是个水杯 但在他们眼睛里 看的不是水杯 他们可能看的是一片大海 看的是一片天空 所以说我们跟那些 有的时候跟一些艺术家 跟一些没法沟通 你说他们都天马行动 想的东西跟我们都不一样 是 因为他们经过这么多年的努力和画画 他在头脑里积累了很多的 关于这方面的素材 所以说有的人说 画画的人做梦都是彩色的 做一个画画的搞美术的人 是比较幸福的 因为他们做的梦可能是彩色的 就是因为他们脑子里有足够的这些信息来储存 然后他们才能画出来非常美妙的东西 所以有的家长会跟我跟我探讨 说我想让我的孩子就是想学你的创意课 对 我说可以 我可以跟他讲 但是说我跟你讲创意的时候 你要脑子里要形成画面 这个东西就要需要什么 需要你平时的积累 画画是一个长期的过程 大学要你两年两年的作品 他要看的是什么 看你这个孩子的可塑性 就从你第一张画到你最后一张画 你的这个作画的这个过程 是一个什么样子 是多大的进步 是跳跃式的 还是说就是很平淡的 就要这样很平淡的 因为这个周生关 他把画给一些专业的艺术家 他会看出来 你的画在什么时期有什么样的改变 你像那个我们知道印象派画高庚 他以前画也跟 也跟樊高啊 什么什么什么 他们莫奈 他们画的都一样 但是后来 高庚就改了 他去了塔西梯岛之后 他到了那个岛上之后 他看到当地的那些土人 他整个的画风全部改了 他就简单了 没有像莫奈啊樊高啊 他们画的东西就那么复杂 他就往简单的方向发展 所以说 一个观察你绘画作品的 一个艺术家也好 或者是学校的那个老师也好 他会在你的画里 看到你这个孩子的成长的过程 和你画风的改变 和你画的那些技巧的改变 为什么他要看你这么多的画 20幅画 要不同材质的 不同材料的 然后不同的表现手法 他就要在你这些画的背后 看到你这个人 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背景 是他当然希望你是一个非常全面的 每一方面做的都perfect 但是肯定是不可能的 但是我们尽量帮你们做大 大学作品集的时候 为孩子们呈现作品的时候 让很多人都能看到你自己的 自己的一些东西 所以说我们在这些孩子的作品里 你能看到他 什么时候画的比较轻松 紧张 帮他轻松的时候 他们画的画 你看 一些用笔啊 都是很随意的 啪啪啪点 有大有小 有疏密关系 有远有近 跟他一讲 他也容易理解 但是在他们申请大学的时候 我觉得有的时候 我们给了他太多的压力 SAT 有写文书 有太多东西给他们 我觉得孩子们真的压力蛮大的 所以说如果你要让孩子做作品集 我建议你 建议你还是尽量的要提前要早 对对 因为我可能还要将来还要给大家讲一期 关于初中和高中这方面的讲座 对但是大学的呢 我我建议你还是要提早提早准备 而且你要为他有一个规划 包括他的在学校里要举办的这些俱乐部也好啊 包括他要画画 比如说去老人院教老人去画画也好啊 反正就是这一切吧 这个东西都要跟你大学的申请 要联系在一起 不能单纯的就是说我单纯的为说 哇听说这个有价分好不安全是这样 你要你要让你的这个这个持续性让他看到你为社区做了什么 你为这个这个学校做了什么 然后他才知道说你将来会为我的学校能带来什么 所以说他才认为你是一个非常有价值 对我学校非常有价值 虽然你有其他方面的不足 但是我看到了你其中的一些亮点 你还是会被这些疼校所吸引 对所以说这是我今天想跟你们大家就是讲的一些 那本有给我一个别的学校学过的一些学生的作品拿给我 让我来跟大家就是说 改评一下一个作为一个专业的老师 看到这样的作品集首先他会觉得左上角和右下角 右上角和左下角这两幅图是怎么样 是一个风格的作品 为什么这么讲 因为他的背景都是采用这些中国传统的云纹和水纹 来做他的一个背景的这么一个装饰 所以说这一类作品是在招生官眼里看起来 它是一个同类的作品 因为他的表现手段表现手法是一样的 他就会让招生官觉得你这个孩子的表现手法有一点点单一 对于这个艺术对于构图对于这些点线面和书密的关系 可能过于单一 就是云纹和水纹来表现这个背景 我觉得这两幅画就有点点单一 不是那么让人很快能了解你有很多的这方面的绘画的理论和知识 然后看下面这个女孩这个 看起来也不错 没有太大的问题 但是跟我上面那张新语 我的学生的画有一个共同的问题 他就说有一些常识的问题 就是这幅画 他这幅画投影到这里就断了 再往前就没有延续了 那这幅画同样有一个知名的问题 就是说他的什么 他的这幅画的这个部分和水是一个错误 这是一个错误 就是水在这个胸部的一个地方 它一定是个水平的 不会是一个斜线 OK 这个是一个就是他自己的一个小的输入 所以说我在做作品集的时候 我会帮你们挑作品 比如说你有30幅作品 我会挑出来 把这些我认为有披露的地方都挑出来 挑出来之后 然后我再审 最后才能把这个作品怎么样 才能呈现给赵春观 对 所以说包括讲一些给他们讲座呀 给孩子们讲这些大学生学讲座 包括他们创意创意化的时候 我会跟他们探讨 通常我不会让孩子们拿起来就花 我通常会跟孩子聊差不多一堂课的时间 有的时候家长会说 你用了这么长时间跟我孩子讲这么多 是让孩子们把这些 他自己第一印象想出来的一些命题 全部推翻掉 第二稿 第三稿 第四稿 可能他才是最后的他的命题 对 所以说今天我要讲的就这么多 可能信息量有点大 大家也不知道能不能听好 这是我的一些个人信息 这个故事 《注明文字幕审则》